2021年11月13日,大脚星人理事会,第五维度水晶能量网格,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一直在注意到你们都以何种方式获得了遍布地球整个表面的水晶能量网格的力量。 现在,当然,有某些网格点,并且有足够强大的网格线可以影响你们,即使你们不是直接在这些点或线或焦点上,这就是它如何影响整个地球表面的方式。 因此,无论你们住在哪里或站在何处都无所谓,你们有能力利用这个无为网格的力量。 事实上,你们一直在共同创造它,觉醒的你们一直在为它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 我们喜欢见证这一点,我们还将它视为物理中的另一个点,通过它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爱和光,我们的下载和升级。 我们喜欢与这个网格一起工作,并通过这个网格来支持你们。 我们正在回应你们的祈祷并寻找不同的交付方式来做到这一点。 当然,当你们要求更丰富的东西时,你们可能会去你们的银行账户中寻找这种丰富。 如果你们没有立即看到它,甚至在几年后才能看到它,你们可能会失去希望。 然而,我们希望你们开始看到,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水晶的无为网格获得你们一直在寻求的能量。 当你们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你们体内流动时,宇宙就会与物质领域相匹配。 你们将有一个代表你们已经利用的能量,它一直流经你们。 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去感受这个在你们下方的能量网格,就在那里,沿着你们的星球表面运行,接触它,感受它,并从中获得它。 我们不是唯一为这个网格做出贡献的人。 你们中那些醒着的人和一些沉睡的人正在做出贡献,你们不妨从它那里得到。 因为你们在为它做出贡献,你们也可以得到你们祈祷的答案。 因为它们是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可以请求。 你们是那些与许多其他看不见的人一起持有空间的人,让人类完成这种意识的转变,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轻松而快乐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是支持这一点的团体之一。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你们脚下有多少力量,以及获得这种力量,这种能量,这种对你们祈祷的回应是多么的容易。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1年11月13日,天堂来信,滋养你们的心,一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今天从一个和平的地方来,免除内心的动荡,一切都得到了照顾,一切都很好,无论生活看起来如何,事实就是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是不安的。 你们内心的动荡就像你们的汽车发动机怠速运转,你们无处可去,你们使用能量,你们充满了思想, 你们的思想在闲散中争腾,所有的动荡都是内心的,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攻击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内心的动荡,没有你们的识别就没有动荡,你们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在一个好的原因出现之前,内心的混乱就已经存在了。 内心的动荡就像一块磁铁,它找到原因,寻找不可抗拒的原因永远不会不知所措,因为内心的动荡会蔓延开来。 这是一个接受的主人,甚至亲切,即使你们不想举办这样的派对,与其培养动乱,不如培养和平的内在环境,你们的内在环境将自己反映到世界上并抓住它。 你们以为这个世界让你们不舒服,你们却让这个世界不舒服,取而代之的是让世界获利。 你们在荆棘上已经睡够了,来玫瑰花瓣床垫上翻滚吧,品尝玫瑰,把荆棘留在它们所在的地方。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让过去独自一人,过去不需要你们,就像你们需要它一样。 今天醒来,把过去从你们的肩膀上甩开,你们已经对过去深思熟虑了,你们今天醒来迎接新的一天。 昨天从地平线上溜走,现在让它从你们的脑海中溜走,过去的成长是你们的。 礼物已经给予了,现在不再保留过去的包装,因为你们会被它们缠住。 无论长短的过去被包裹在什么样的痛苦中,都不是你们的。 如果你们过去不苦恼,你们会有什么不安呢? 你们可能会说,今天世界上发生的骚乱足以为今天加油。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你们总能找到原因吗? 同样的道理,亲爱的,你们总能找到安宁。 它存在于你们之内,我和你们一起存在吗? 你们肯定不认为我是动荡的,我是爱也是和平。 我的爱和我的平安都超越了理解,你们不会通过研究新闻找到和平与爱。 如果你们知道每次阅读或想到坏消息时,都会通过电波将其传达给你们的想法,那么你们会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每一个和平和爱的想法也会在电波上发出来,你们会不会选择和平的想法呢? 你们听说过抱怨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也这么告诉你们,放下世间所有的抱怨与伤痛,用安抚人心的思绪轰击世界。 滋养世界,不再关注关于抱怨的任何事情,为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唱出它的喜讯。 注意你们所看到的,你们的眼睛可以看向哪里,你们的想法也一样,用光滋养你们的心,不要给它黑暗,提升你们的心,不要等待它提升你们,全力以赴,定下你们内心的基调。 晚上睡觉前设置它,就像闹钟一样,现在你们设置了一个唤醒时钟,它会唤醒你们闪闪发光的喜悦和想要的想法,不再有多余的想法,欢呼带来和平的思想,因此,你们将它们传播给世界。 你们可能一直在等待世界改变,现在你们知道是世界在等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